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快樂 其實很多年紀的人 都會覺得年輕時很多快樂 比現在開心很多 我想說說為什麼 可能年輕就算不是很有錢 但是你會很有印象 例如你第一次吃糖果 或者去一間很高級的餐廳 或者你駕駛一輛車 你會覺得很開心 其實就是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第一次 例如你見到子女、小朋友 第一次學會走路 從跌跌碰碰到他真的會走路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是很開心 他會爬到他的梳化上 他會覺得很開心 這個就是一個赤子之心 他是發現一些新奇的事物 到了一個人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擁有的物質又越來越多 或者你擁有成就也好 或者你的身份地位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些東西 是會越來越令到你 不是真的那麼開心 就是那個滿足感沒有那麼大 這個就是經濟學裡面說的 Diminishing Return 就是隨著你越擁有得多 你那個滿足程度 或者開心程度就會是遞減 那現在譬如說到我現在這樣的年紀 其實一個香港的男人 那個壽命大概應該是82到83歲左右 女人就88歲應該是長命一些 鬥命長一定不夠女人鬥 那時候我現在就53歲 其實就是還有30年 就是說你還有3%的時間 生存在這裡 那其實就是說顯錢一句 就是死了一世不死的大半世 那你說很多物質的東西 會令到我很開心 我覺得不是 其實我已經是我的物獄的人 不是一個那麼物獄的人 反過來現在反而覺得有時候會開心 就是說在一個互聯網的世界裡面 去玩這個自媒體 拍了影片 跟著做很多自媒體的時候 有很多我以前沒有想過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自然有些工作也好 或者有些發展走過來 是招呼我自己的想像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更加之開心 這個就是剛才我想說的就是說 是要保持一個叫赤子之心 或者是一個叫好奇心的時候 你發現了一些新的事物 你叫人才會開心 普通的一些物質 或者一些名譽 始終都是過眼雲煙 如果你是這麼戒懷一些物質 或者是名譽 地位的時候 你會令到一個人很辛苦 那其實說真的 我聽很多朋友都說 現在我們這樣的年紀會參加 以前參加婚禮比較多 我想接下來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做 律師做遺產為主 其實他現在是去那些 大酒店 那些殯儀館 是多於去真真正正的酒店參加的那些婚禮 那他覺得很化 那就算你硬有錢也好 那你一陣子就沒有了 就是你之前擁有所有的東西 都是沒有了 反而反過來你走去幫人 你那個師匪秀更為有福 令你更加開心 所以為什麼我這段時間 我經常拍一些片是講一些新經濟 或者是講一些新的事物 Fintech那些 那我希望呢 是可以 是可以 講得 就是任重道遠一點 就叫生命 影響生命 那 改變到一個人的思想 mindset 尤其是年輕人 就是覺得這個阿伯 阿叔都可以改變得到自己 為什麼自己不可以改變 還要是說環境有問題呢 為什麼不想一下自己做一個transformation呢 無論是個人也好 企業也好 為什麼不自己去做一個reform 或者transform 那有些年輕人 就是我三十多歲 我都叫他年輕人 那留言給我 他說 令到他有少少改變 那這件事我是覺得是幾開心的 就是起碼我做的事 會有人認同 雖然 不是多 但是我都覺得是有少少 滿足感在這裏 那我拍了整 我想泰國應該是200集左右的youtube 那其實我可能下一段 我會來到 應該下個星期四左右 我就嘗試看看會不會做一些直播 如果我是說關於我現在說的片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留言大家去聊天 就是除了是拍片單向我告訴你之外 可能是一個互動 去討論我 譬如那個星期拍的片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等我去再拍片去回應 那時間是有個時間差 反過來可能抽15至20分鐘或者30分鐘 大家在Facebook也好 或者Youtube那裏做直播 大家去做一個溝通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拜拜